肌肉要怎么长,那是它的事 然后听起来就好像很挫折 那我们下课好了,我们不要再听了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我们讲过肌肉质量不是一切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肌肉的力量 所以我们再来一个过头去看 我们如果分析的是肌肉力量 用一样的标准在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65岁以上的人 反而非常的显著 有进步 也就是告诉我们 就算你的肌肉的活动量 没有办法保存它足够的肌肉 你的肌肉的质量 它的总量终究会随着年纪而流失 但是你的运动 你的活动 持续的活动 可以把你这个肌肉的力道保存下来 那这样子感觉就好像 我会愿意的 我等一下我课下了 我就去运动这样子 所以这个研究的部分 是目前正在发表的结论 但是要说大家会看到 更多这一样子类型的相关的研究 所以亚洲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过有非常多的挑战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包括一些切点 包括一些共识 包括intervention 都还正在发展中 我们希望未来会有更多 更正面的讯息 可以提供给各位 以及各位的病人 以及各位的家长 我们希望可以更明确的告诉大家说 你怎么运动 你怎么吃 我就可以预期你 这十年内肌肉可以被保留下来 能够怎么样维护 所以以上我们的报告是 这十年来我们中心的研究 针对了整个亚洲族群 还有一些亚洲其他国家的资料整合 我们做了definition的研究 我们做epidemiology 脂肪 index 这些肌肉实地要怎么做校正 我们做outcome的proof 我们做了一些诊断的流程 跟建议筛检的途径 以及针对machinism的步骤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讯息 再来最重要的是 intervention和prevention的部分 目前中心也还有一些 就正在持续的进展当中 那希望未来呢 大家也可以一起加入 然后互相终起出更多的想法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刘利果刘医师很精彩的演讲 有关这个我们亚洲